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笑着说 他的神念落在了该级身上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真想在该级身上做一个神王印记 不过莫无忌也只是想想而已 他肯定以自己这点实力 如果在该级身上做神念印记 那下一刻就会被黄袍神王所察觉 那我先走了 你也抓紧时间 这个时候越早进去就能获得越多宝贝 白约说完之后 便跟着众人一步跨入虚空阵门 当莫无忌正想跟着白约一道进去的时候 他却察觉到该级主动加快了脚步 落在了他后头 很快莫无忌就明白该级要做什么了 这家伙手一抖 居然非常隐蔽的 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神念印记 这让莫无忌非常无语 以他强大的神念和楚神落的相处 别说是天神的该级 就算是世界神 也别想偷偷摸摸在自己的身上下印记 那黄袍神王没有察觉 莫无忌是绝对不信的 然而该级下了神念印记之后 那黄袍神王却根本视而不见 老神在在 按照莫无忌的秉性 那他可是要在该级身上 反下一个神念印记回去的 可是看着黄袍神王没反应 他没有这么做 也许他这么做了 他将用不着去资源拍秘境了 这黄袍神王就会一巴掌拍死他 该级下神念印记 那神王假装看不见 但他肯定 若是自己一旦做了 马上就会被抓出来 莫无忌装着不知道被下了神念印记 不禁不慢地跨入了虚空阵门 剧烈的空间转换被莫无忌感应到 莫无忌强大的神念和意志让他始终保持着惊醒 这种强大的空间传送 莫无忌怀疑只有仓正形才能布置出来 在空间转换里 莫无忌根本感受不到时间的变化 只知道空间转换结束之后 他就像一块石头 受到强烈的重力拉扯 直接从空中跌落下来 哪怕莫无忌有楚神落 刚刚从极具的空间转换中过来 他也来不及抵抗这种重力拉扯 轰地声 周围泥土纷飞 莫无忌落在地上 直接轰出了一个大窟窿 从洞中爬了出来 莫无忌有些怀疑 不止这个传送阵的家伙是故意的 让所有来这里的人全都给先摔一下 刚一站定 莫无忌的神念便扫了出去 这里居然是一个神灵气薄弱 规则残破的星球 而且这里的重力非常大 比地球可大上十多倍不止 莫无忌倒也没在意 神鹿和神域都是浩瀚无边 但是那里的重力并不大 比地球上的还要小 虚空之中很多破碎的陨石 都是星空中的星球解体后造成的 这残破星球里似乎没有多少植物 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莫无忌寻了一处安静的地方 将自己的衣物全部换那边 然后又拿出面具戴上 这才迅速离开了原地 来到这儿 就是进入了杀戮场 资源牌虽多 靠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获得名次 只有抢夺联合才会获得更多的资源牌 涅槃学宫显然不是一味对门下弟子保护 这种资源牌的争夺是鼓励弟子之间的互相杀戮 由此可见 每一个地方的强大 背后都是血淋淋的竞争 莫无忌也不以为意 涅槃学宫如果真的一片祥和 哪怕强者再多也早就被吞噬了 还能等到今天是整个神路的牛儿吗 虽然义荣过一遍 唯一没有被莫无忌弄掉的就是该吉的神念印记 该吉在寻找他 他也在寻找该吉 他就是故意留着该吉的神念印记 等着他找过来 至于该吉知道他莫无忌是义荣的 那又如何 在他眼里 该吉早就是死人了 涅槃学宫天神境排名第六怎样 要杀他莫无忌 他就要杀回去 别说是皈依神宗 就是涅槃学宫公主的儿子要杀他 他也一样要杀回去 或许是因为规则残破的原因 这片略显有些破败的星球上 莫无忌的石海神念也只能在百里之内的范围里徘徊 好在他还有储神罗 他的储神罗可以扫过数千里的范围 这让莫无忌在寻找资源牌上比别的修士更加有利 他一次就能找到别人数十倍的范围 莫无忌很快就找到了第一枚资源牌 这枚资源牌放在一块碎石之下 与其说是被他找到 还不如说是被神念看见 然后走过去捡起来 有了第一枚就有第二枚第三枚 五天之后 受益于莫无忌的强大神念 他已经找到了192枚资源牌 此时莫无忌寻找资源牌的速度更快了 因为有了经验 这些资源牌存放的地方很是古怪 有些在干涸的河底 有些则直接藏在一块石头里面 最让莫无忌无语的是 他在虚空之中还找到了一枚悬浮着的资源牌 之后的数十天时间 莫无忌疯狂的四处获取资源牌 他非常的清楚 只有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 他才能如此肆无忌惮的大量获取资源牌 一旦等这段时间过去 近来的修饰分散 他处神落的作用就会被无限制的降低 第二十五天 莫无忌收获了1031枚资源牌 此时莫无忌寻找资源牌的速度已经大大减缓 之前最多的时候 他一天能找到一百多枚资源牌 现在一天能找个六七枚 已经非常不错了 又是一枚资源牌被莫无忌发现 这是一枚放置在干裂树根下的资源牌 尽管距离莫无忌有着千里之遥 但是莫无忌的风顿数 依旧是数个呼吸便来到附近 然而他刚刚伸手抓起资源牌 背后便传来了一个杀气森森的声音 放下资源牌和你的戒指 然后滚 接着一名赫衣修士落在了莫无忌身前 以莫无忌的眼光 一眼就看出来 这家伙是个天神七层 看样子 这家伙是欺负他修为弱 想黑了他的东西 这些天来 莫无忌也遇见过一些修士 只是他捡牌子捡得欢快 根本就不愿意和别的修士啰嗦 一般只要看见别的修士过来 他会主动的让开 现在有人拦住他 让他交出出物戒指和资源牌 莫无忌是连话都懒得说 漩涡领域直接伸展 一拳裂一拳轰出 没什么废话 比动手来的更加直接 这天神七层修士 压根就没想到 一个周身领域不显 只有欲神境的家伙 居然敢对他出手 他气急犯笑 但正当他想派思莫无忌的时候 他的一颗心完全沉了下去 对方的漩涡领域 就好像神军强者一样 直接碾压了他的领域 接着 他周围的空间 在这一刻粘稠起来 这绝对是一个 比他强悍太多的强者 这天神修士立刻慌了 连反抗都来不及 只能疯狂地叫道 我是轮回神道的何昌 你不能 然而话音未落 下一刻 一道血雾炸开来 何昌整个身子 在莫无忌的猎鱼拳下 化成了碎炸 莫无忌也是一争 何昌好歹也是个天神七层 居然被他一拳给干掉了 哪怕对方是措手不及 也不至于如此的不惊打吧 还是说 他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 他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想下去 伸手将何昌的戒指捡起来 然后喃喃说 我如果是你 就不会先报家门 而是选择抵抗呢 的确 如果何昌抵抗的话 虽然他最终还是会被干掉 但是至少不会是一拳的事情 轮回神道又如何 这里本来就是杀戮场 想杀他 居然还想靠着宗门报名 估计是他涅槃学宫的名头 实在是用多了 将周围随便收拾一下 莫无忌迅速离开了原地 之后的十几天里 莫无忌寻找到的资源牌 只有十多枚而已 倒是有三个想抢劫他的家伙 全部被他反劫了 从这三个家伙身上 他收获了四十多枚资源牌 莫无忌也知道 此时的资源牌 几乎都是打劫来的 但是他有自己的底线 他不愿意去打劫别人 别人打劫他 他反劫可以 让他主动抢别人的资源牌 他可不愿去做 这不仅仅违背他的道心 也违背了他的良心和道德 不过 在这里面的修士 也并不是人人都打劫 至少莫无忌就瞧见 好几个修为比他强的天神 那几个人并没有抢他的想法 最让莫无忌失望的是 他没能等到该吉 按理说 该吉在他身上下了神念印记 应该第一时间来寻他才是 在莫无忌心里 该吉就是一个肥羊 还是那种可以送上门的肥羊 以该吉那种心狠手辣的家伙 身上的资源牌 若是少了才是怪事呢 等了几天没有等到该吉 莫无忌决定 去这个星球更深处 寻找资源牌